各位好,歡迎回到新的雜誌影片情報室 今集想說一下有關Panasonic的一篇報道 根據日本Digital Camera的Diamond JP的網站說 Panasonic要在今年十月份重組它的業務 現時Panasonic有三個部分的業務是一般的表現 希望可以重組之後為集團帶來困境 第一個業務就是將電視的業務授權給國內TCL品牌去做一個生產和合作 希望就是指示 第二個業務就是相機 相機的部分原來現在最新的統計都是根據日本的 最新的統計在市場占有了4.4% 已經開始去到一個比較危險的水平 所以希望透過重整的業務 令Panasonic相機的業務可以得意延續下去 又或者另一個比較悲傷的方案就是取消相機的部門 第三個部分就是一些家居用品 例如建築 如果你去日本去Panasonic的陳尼室參觀 你會看到它們會有很多除了電器之外 有很多室內的浴室 不同的裝置 廚房 這部分都是虧損的 都是希望可以透過這個重整 去將Panasonic的業務 帶回起來 但是不知道大家覺得Panasonic的這個舉動是怎樣 其實你見OM 由去年公佈了買了給私務公司之後 真的開始 雖然今年又陸續會有新產品公佈 但是看回我們上次BCM Ranking 那個四月份的數字 其實是那個市場的財務率在日本的市場 是跌了很多很多下 而且大家也開始對整間公司的前景 例如有沒有新機 接下來開發的路向是怎樣 都開始有很多疑問 那Panasonic不知道大家會覺得怎樣 其實以我來說 先知聲明我報回我自己用Panasonic的產品的一些經歷 其實我是比較少用的 那現在我對Panasonic的認知 除了是M43的其中一員之外 也都有S1 即是Full Frame的系列 還有拍片的用家會比較喜歡用 例如最近它公佈了G5的M2 還有接下來的GH6 那這類型的機身都受別人歡迎 但也有很多缺點 例如M43的片幅比較小 那還有那個Dynamic Range比較少一些 那所以真是很難說的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很多朋友 是用過新的Panasonic的機身 例如它的鏡頭 例如它Full Frame系列的 最近有支以10-60的KID鏡 夾S1或S1R 那但是有一個很普遍的問題就是 如果機身做得好的 但是它們本身是在一些很關鍵的技術 例如對焦的技術 或者其他東西都做得比較慢 那即使在LMAR的聯盟裡面 其實很多朋友都是買 可能就算是因為開工 因為很多不同的原因 買了Panasonic的機身 但是都很少會真的買Panasonic的鏡頭 即是可能會直接寧願是買Sigma的LMAR去用 那其實究竟整件事出了些什麼問題 以往來說 其實Panasonic都做了很多新的技術研究 即是曾經學時 也做過M43的新的SIMOS研究 可能花多了很多不同的錢 但是在整個經濟裡面 即是它們發覺呢 完全是自己 真的 我亦都怎樣說呢 即是可能花了錢 花了出去 但是真的拿不回那個回報回來 在這個其實變化萬千的相機行業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很窄洗的 接下來不知道大家會怎樣 其實我覺得如果Panasonic真的取消了做數碼相機 其實都是可惜的 也都會對於LMAR這個未來發展的方向 即是加添了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希望其實Panasonic可以在這一方面可以安然度過 還有真的另外在一些關鍵的技術 其實它本身以往夾拉架一段時間 那幫拉架生產我部分的鏡頭 那都是做得挺不錯的 即是大家都認為它是一個 即是如果做相機做電子技術的成熟程度 它可能甚至比Sigma好 因為Sigma始終在FP之後 其實都是一個Niu Kumna 都是一個新的人 即是新的公司在這方面做機身 那Panasonic就有比較傳統 比較耐化的 即是比較長時間的做機身的經驗 那但是有一些很基本的問題 就是Panasonic到現在都不知道為什麼 還不可以很完全去淡化的 即是例如真是以往我自己用的 我就會覺得是那個螢幕的顯示顏色 永遠都不准的 那還有反應會比較慢 對焦的反應會比較慢 那這一方面真的可能需要去一個大幅度的夾身 或者是引入一些新的技術 或者新的策略聯盟才可以解決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那就是講到這個消息出來 那股物量都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完全 就是看回Panasonic未來的取向 那還有我想暫時來說 就不會好像新聞那樣說 會這麼快有問題的 但是呢 就真的是本身它因為 在這方面真的都會有一段時間 那還有 其實之前去年都如果沒有記錯都傳過類似的消息 那希望今年即是它既然有GH6公佈的開發 那應該我相信不會說真的可以差得很遠 或者去得太遠 即是事情不會這麼發生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完全之後 都繼續看回未來的情況 繼續支持Panasonic 那希望Panasonic都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那麻煩大家subscribe我的頻道了 那如果有任何comment都可以隨時歡迎大家like的 還有share的 多謝各位 拜拜